牛油 植物牛油 喜蘇油 還有不同的脂肪桃末醬 究竟有甚麼分別呢? 它們的營養成分和健康風險 你又知不知呢? 一起來看選擇月刊的測試報告 簡單來說 天然牛油是由奶類或忌廉攪製而成 另外有一些含有植物油的製品 包括坊間一般植物油 稱為人造牛油、人造脂肪桃末醬 或混合脂肪等產品 市委會測試了28款樣本 結果發現牛油、人造牛油和桃末醬 各有優點和缺點 測試發現有樣本分別檢出 污染物或基因致癌物 它們會對身體構成甚麼健康風險? 馬上看看 動物實驗結果顯示 長期吸入過量的污染物3M CPD 會損害腎臟功能、中殊神經系統 和影響紅腥的生殖系統 和基因致癌物還養丁醬一樣 都是盡量減少由石物內攝取 測試結果顯示 全部12款牛油樣本都沒有找到這些污染物 其餘16款聲稱人造牛油和桃末醬樣本 當中超過90%的樣本都發現基因致癌物 這款脂肪桃末醬的基因致癌物 檢出量更加超出歐盟標準上限 即是每公斤1000微克 而這款就同時檢出同屬基因致癌物 管病A比 不過就並未超出歐盟標準 和香港的行動水平 另外也有超過八成聲稱人造牛油和桃末醬樣本 檢出3M CPD 不過就沒有超出歐盟標準上限 即是每公斤2500微克 飽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都會增加體內的壞膽固醇 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今次測試結果又會是怎樣呢 測試中以牛油樣本組別的飽和脂肪酸含量普遍較高 由於牛油的反式脂肪酸是天然存在的 所以很難在牛油裡面降低 香港人飲食日常 例如早餐來一個火腿煎蛋牛油多士 下午茶再吃個菠蘿油 他們的飽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攝入量都不用忽視 這份早餐已經分別佔建議成人的每日攝入限量 4成5的飽和脂肪酸和2成的反式脂肪酸 至於一個菠蘿油的飽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攝入量 亦分別佔成人每日建議攝入的飽量大約是4成和2成 大家都是小食多滋味 大家如果在家製早餐或菠蘿油 可以考慮改用脂肪酸酸 想吃得健康就要留意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和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 它們可以降低壞膽固醇的水平 整體來說 各類人造牛油和桃肪酸樣本的單元 或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平均含量 都較牛油組別樣本高 至於樣本間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最多 可以相差大約17倍 而各樣本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的差異更加大 最多相差達225倍 提提大家 雖然不飽和脂肪酸對身體有益 但過量進食都會自肥 讓我再給大家更多實用的小提示 建議大家 選擇飽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含量較低 而不飽和脂肪酸含量較高的產品 還要留意 桃末醬是不適合用來煮食的 想知道更多關於食用牛油的提示 一起看第551期的選擇月刊吧 未錄成員 一瓶